大家好,又是做月饼的季节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汗米瓜馅的做法 先来准备一个绿皮的汗米瓜,对边切开 再把瓜皮取掉 再从中间切开,用勺子把瓜瘾取出来 再来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上碗中 再来准备两斤削了皮的冬瓜,也切成小块 把汗米瓜倒到料理机中,打成汁 打好之后倒入锅中,开中火来煮 再来把冬瓜也打一下 打好之后,用滤网过滤一下,就留冬瓜绒 汗米瓜汁煮至沸腾之后,把里面的浮沫撇掉 在煮至稍微浓稠之后,把冬瓜绒加进去,搅拌均匀 炒至稍微变稠之后,加入80克麦芽糖 接着搅拌 翻炒均匀之后,再加入30克玉米油,接着翻炒 在炒的过程中,开小火来炒,而且要不停的翻炒 这时间去开着爆团了,还要继续来翻炒 一直炒至像这样,完全爆团,不粘刀也不粘锅铲,就炒好了 盛出来放凉 完全放凉之后,放到冰箱中冷藏一天再用 然后,淀粉 然后,再来加入15克 oceans